面对未来的AI时代如何掌握科技趋势 花莲新时代青年城市论坛AI实战工作坊 21号的上午在花岗国中举行 超过20间的学校80位的国中小学生 以及东华大学对付共享盛举 期盼能够帮助花莲年轻学生 在充满创新和挑战环境的时代掌握AI嘴型趋势 随科技发展、时代变迁 ChipGPT等AI人工智慧的应用 越来越受到讨论和关注 面对AI时代来临 花莲新立花岗国中与青年共创发展协会 花莲服务员团队携手合作 21日举办花莲新时代青年城市论坛 AI实战工作坊 超过20间学校80位国中小学生 以及东华大学对付参与 透过游戏和问答等互动方式 为孩子与AI共创文本前进绘图 我们引进新的科技观念 以及办理正当的修行活动实际上 择务团的工作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单位 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孩子的幸福 引领我们孩子增加的技术 今天这个营队活动就是运用AI的这样子一个技术 那我们可以理解说AI在现在这一个生活的世代里面 它占领的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生活上运用的这个技术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营队的活动 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 以及如何来判断这些AI提供的资讯是正确的 还有如何的去运用它在我们的学习上面 本次国中论坛包含AI科技趋势专题 四场实作课程 八个小队一起动脑会议 最后成果发表以短剧呈现 让学生在游戏中了解AI未来发展与挑战 认识TripGPT运作原理等内容 帮助孩子学会最新AI线上工具 在玩乐中激荡学习的动力 也学习新媒体、新创意、新科技、新创业、新教育、五星领域 帮助更多华联年轻学子 掌握未来AI最新趋势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